大家好,我是五仔 三宗消息要和大家更進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洪卓立分手,原來因為難倒 難倒以當老婆那種,說而已,傳而已 傳 最過癮的是,她以前的女兒是湯兒,別人說要維護她 你這樣說話,有沒有誠信? 湯兒說,洪卓立從來都不賭錢 不是的,我們看到很多波精馬勁的新聞 就說洪卓立是波神馬神,兩樣都對 還有她現在的女兒好像是麻雀桌上認識 怎樣啊?前度,你是幫她還是害她? 還是想炒腳炒新聞? 過癮,過癮 另外張志恒離婚,聽說是去了買聖玩具 被她老婆發現啊 嘩,拿去和誰玩啊? 怎樣啊?要螺牙棒才行啊? 還是要些杯子緊緊的?小小杯子啊? 什麼事呢?究竟 這個要知道的 是呀,翻新工 網民說加油 是呀,翻什麼新工? 現在不做那些什麼小食了? 唉,就玩玩具 另外說一下,吳浩康宣佈離開英王了 自己說,組公司向外廠 搞什麼呀?老婆真是挺漂亮的 又是翻版李嘉欣又成成 唉,真可憐一點的 在英王她唱得 陳奕迅之後 她本身的樣子也有少少醫神 唱歌又有些勁勁的 但是始終 碎了一鍋金金的 英王現在內地發展 揹著一些牌頭 你都很難搞的 我先說一下洪卓立 這麼有趣的新聞 洪卓立 跟女兒分手 那女兒本身是有錢女 然後湯兒出席馬會活動 別人問她 以前拍攝了十一年 那個拖友分手 她那邊其實已經做了老母 唉 她一開始都說感到可惜 她說祝福他們兩個 希望他們找到快樂 她說問候一下都會 沒有特別說太多 問候一句 她說多謝關心 她說回應 然後又說 喂 有人傳洪卓立 因為爛賭 所以被她女兒飛了 湯兒就說 她都不賭錢的 她不賭錢的 但其他有關洪卓立的事 她就要問她本人 怎樣不賭錢 洪卓立 以前有些新聞 蔡馬賭波同涉獵 三個月輸七萬被批爛賭 這個新聞是2022年 你怎麼會不賭錢 跟你一起的時候不賭嗎 紅卓立 紅卓立 波精馬勁 但有時候 有時候 鋪一些三川七出來 跟別人說自己有料到 不賭錢都說得出 你只是上網打紅卓立賭錢 之前鋪兩張 贏波贏馬上 刀仔鋸大樹 其實都不太刀仔 一千元賭波 贏一萬一千五百元 十一倍 另外一張賭馬 七百二十元贏 七萬三千九百九十四元 在明報鋪出來 紅卓立當時留言 當然不試玩一下 小賭移情 最幸運這次 不過輸了出去 湯兒 似乎都不太留意紅卓立的新聞 還是有心包庇 唉真的 在Instagram回應網民 被問到有沒有再贏波贏馬 他說有 都不敢開心分享 他說偶爾玩一下 又說人家爛倒 認真話 又不見他說 不見他報 亂說那些 又反而這麼認真 有玩 究竟是不是真的 爛倒呢 玩一下 會不會覺得很多人 對買球買買印象不好 反而股票那些就沒事 明明大家都是賭博 紅卓立就說 我不敢說哪個正確 哪個是不好 哪個是有技術 哪個是靠運氣 我亦不鼓吹別人去做這件事 你有你喜歡的球隊 我有我喜歡 看好的公司 只是講小賭移情那種 他說 開始都在網上和人 有這些分享交流 說他有試過三個月就輸七萬 網友都批評他爛倒 他又說 唉 不鋪的了 這些東西 不會再拿出來說 但是 就是說 他參加過賭博來批評 他表示 他說不是經常玩 是很幸運的 我經常玩的 我不怕承認 我買不到一千元長球 我買不到七百二十元 一條馬飛 我是經常買的 我每次五個水 玩幾個星期 買球五十元過關 是五十元而已 那我比他小 他這些 拿出來沒算爛倒 我那次在尖沙咀 他聽到有個果仔 說買一場球 輸了一萬五元 站在那裏做銷售 哇 那銷售售一個月月薪 都是一萬五元而已 哇 賭身家 那些就叫爛倒 紅卓蠟有沒有爛倒 就不清楚了 其實你可以作他 找不到他有什麼缺點 你想想 我都說 哎 嫖倒飲蠟 吹 不嫖不倒身 看好 那你有賭過 那我就說是 到時候五仔有什麼事 爛倒 十元充除二十元 睡身 睡死了 所以有時候 那些東西 真的不要放上網了 一萬幾千 灌雲煙 你那些數很少錢 難道大佬 上上下下的股市 天天鋪出來 說 十個億 二十個億 李嘉誠都賣闊地皮 賺了幾個億 我不用自己說 人家幫我鋪出來 是不是 就是這樣的 這些就厲害了 厲害的 那些經常認厲害 又是中3T 又是成 哎 我不敢 他們這些 是不是也好 不要緊 但是湯兒 擺明是吹水 紅卓蠟 剛剛飛的女兒 都是在麻雀桌上擦出火花 說 哎 擦擦你的兒童 不要擦擦擦擦擦擦 這樣 我上你的內褲 我降你的西 這樣玩出來 不懂賭錢 一見法才都可以 好了 接著講講他的師兄 吳豪康 濕了又吹一吹 愛情由他去 轉眼間 已經二十個年頭 真可憐 搞什麼 不要看 究竟現在 又說早春晚歸 不知道他做什麼 有客串過拍電影 他現在不搞 離開英王 多謝楊壽成博士 多謝Manny 多謝很多人 希望公司大展鴻圖 他不是因為什麼離開 原約 英王這麼多年 當然有很多感受 合作這麼久的同事 感情都不會變 但始終關係結束了 多少有點捨不得 他是老闆man 你從小看他大 十九歲入去英王 現在四十歲 超過一半人生都在英王 真可憐 所以做藝人 底部要乾乾淨淨淨 李英王現在最大發展英王電影 電影有找他拍過 但做不到大卡 做不到大卡市 唱歌 人家內地小背心都唱到買樓 李克勤那時候也是英王 唱那些蒙面歌手 那些全部都是英王 對不對 現在我不知道李克勤是否英王 沒有的 帶你上去才行 所以說不要搞這麼多古靈精怪的事情 就是搞了 底部就花了 沒辦法 娛樂圈浸淫了這麼久 他有很多想法 做表演、拍片 試試自己組織公司 大家日後想找他做事 唱歌、拍戲都繼續 新歌計劃繼續錄音 你懂得唱歌 怎麼做歌星 在香港 要笑出來 咪咪咪咪咪說愛你 你懂得唱歌 洗箭吹 那怎麼辦 你唱歌 功力不差 唱功力很厲害 我想有試過樂壇十大 吳豪康 那就沒用了 女方也懂得唱歌 唱歌 他有幾隻 一開始的歌熊 後來 不要做這行 做歌手 做歌手 真的沒法發展 你做歌手 你要去大陸 才找到真銀 你又回不了大陸 對不對 不要搞了 搞其他 你看庭峰多厲害 庭峰發達 也不是做明星發達 謝庭峰是做製作的 你們知道嗎 不知道吧 謝庭峰在大陸 早已有十個億 也不是靠他的樣子 靠他做幕後 開幕後公司 他那些是很聰明的 現在你是開公司 開公司那些不是說搞大事 唱歌那些 沒什麼發展 現在 那十幾件都不準備好 都說上台 我知道了 你們這些會唱歌很生氣 有辦法嗎 事不與我 對不對 沒辦法 英網其實是一間好公司 我知道 大展紅圖 電影 演唱會 Twinz那些 也是搞得很好 只不過真的 曾經都算是二線投藝人 曾經是 未能夠做到一線 就真的 所以 那時候有人跟我說 你不要打算做個角色 做個閒角 滿足 你做這行一定是做No.1 所以我們在廣播界都做到 要有些地位站在那裡 如果你說二線什麼性 很可憐 做一下做一下又被人說 這樣那樣 那他 今次不做英網 就變了一個新聞 但他跟他老婆的感情 都經常傳出有些分辨的疑魂 他說太太的事 我都不回應 兩個人是私人事 希望大家給他們一些空間 他老婆真的很漂亮 唉唷 真的 好了 加油 真的 音樂那些 你發展做打機YouTuber 都不要做音樂 你做一下做一下你就知道 上網 你一定是靠網上的 現在有世界 你不做網 等於 你不做網 等於斷手斷腳 你現在根本上做事 你在網上做唱歌 唱歌 然後拿到版權 又沒有錢回來 真的 香港有預算請歌手 找不到阿姜 都找阿Lo 就是Anson Lo 不是那個阿Lo 是不是 找不到阿Edan 下緣也好 然後又是MC 然後又說林家謙 運光都未數到你 你怎麼搞 唉唷 你越做越心灰意冷 其實應該真的是轉型的 你看阿Jer志恆多厲害 他那些東西 會轉彎 生了這麼多件 然後現在做生招牌 走去性商店 走去賣假鞭 哇 真是生活落無邊 那頭有人唱 你老婆跟你離婚 是不是看到你在賣假狗 玩假狗 玩男人 厭了之後前面沒有反應 後面互相呼應 不是吧 他現在 老婆說他網上生窮 網民捐鞭 捐紅包 弄些東西給他 都叫做有幫寶 加計 這次人出來上班 不要看不起他 就告訴他 賣假狗 我以前開過性商店 很多人都知道 我經常都說 但是做了兩個月 不是做了一個月就不做了 為什麼 因為我那個興趣不在那裡 我有開過的 我覺得那個盈利高 我給現在 現在還沒有批評很喜歡賣性玩具 我再早前 我做過一次的 我這個人是挑戰自己的行動力 我有一個朋友在跟我吹水 他說這個人有賺 我給你一些行動力 你看看我就做一次給你看 我做完一個月之後就收拾 再轉做珍珠奶茶 我不是賺什麼大錢 但是我想說 在那個人生裡我試過 我當老闆 那時候 他現在好像說打工 屎發行說 實不相瞞 其實我現在是一間情趣用品的員工 已經花了一點時間 所以如果大家在旺角看到我 走樓梯上是一間情趣用品 不用擔心 我是上班的 這樣你又會認識到很多女人 走來問你 阿斯芬恩哥哥 這枝東西可不可以玩到什麼 這枝東西可不可以玩到什麼 這枝東西可不可以開花灑 可不可以轉彎 這枝不認識 我那枝認識 他老婆是窄 不是閹 是 這樣 跟人家解釋一下性教育 他老婆失去 不會擔心 喂 去這些地方 什麼人都有 我跟那些性商店都挺有緣分 後來好像又關了一間性商店 表面是性商店 其實是做另外一些古惑的 好 那間是古惑的 是呀 開一間公司出來 說不知幫人破產 頂你個廢 他在門面做性商店都有 這樣 這間不知道他搞什麼 最重要是不要犯法 喳 喳 嘩 男士用情趣用品 那些人 只是貨男人 你是不是走 老婆不給 你這樣出去不行 一定有很多女士找你 然後示範給他看 那樣是整體六毛粒到我 你這人家都知道 你多厲害 六七條女士跟著你 我也是其中一條 你個底不好 老婆不重要 我現在去那些是 嘻嘻 用品專門店 那些人型全部都是Sam來的 沒有Mary的 全部都是John、Sam上來 嘿嘿 過癮 很開心的 全部都是兄弟 你後面不管 反正我都用不到 總之你去賺食 我告訴你做鴨 這樣可能是 但你老婆說不要你 可以解釋一下直播 拍片 賺食 實體人走到店裡 你要賣假狗的 你有個Youtube頻道 看你也有萬多follower 扔上去賣就好了 一人一輪 買一輪送一輪 還送潤滑劑 這輪東西還要遮著人開光 我告訴你 玩到你 伊起彭牙 你有這麼好的口才 不用搞到這樣了 好了 生性了 有些網民說叫他加油 OK的 正所謂賈賓粥也賣過 有什麼不敢做的 張志恒 加油 這只是練膽 今天先講到這裡 祝你 什麼 客似雲來床板響 就這樣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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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